哈喽,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放牛哥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小时候我们玩过的玩具 那不管是逢年过节,小时候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玩具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做一做吧 首先我们要先找一根木头 好,我们现在拿到的是这样一个木头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加工一下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之前就是我没有拍这个山龙视频的时候呢 我有叫过那个花子拍这个视频 但是他们那边,前东南那边做的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呢,今天必须要亲自做一次 好,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来一锅笋子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玩了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笋子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根笋子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呢,我们还要自己编笋子 现在已经不用了 好,那我们这个笋子呢 把它绕在这个木头上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玩一下 首先呢,把这个笋子呢 绕在这个,刚刚做的这个木头上 绕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了 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让它放在地上转 那我们现在呢,一起去放一放 还算可以啊 然后呢,就是说 现在的转呢,还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放一下 好,玩的话就像刚才那样子玩啊 但是呢,就是为了更加的漂亮 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多加一点颜色 等一下呢,就是会更加的漂亮啊 更加的好看 我们现在轻轻点放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轻轻点放看一下啊 都留在床头里面 青色童年 美丽世界 八千千,我年年,喝满每一张小鞋 哇,这个做的还可以 然后现在加上颜色了,更好看了 好了,各位网友们,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天也在下雨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玩到这里为止吧 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 更多的农村视频,请微信搜索,农村暴流哥